我不是排斥规划 但是我就感觉规划来的吧 我也不是不愿意看滑冰 也挺帅 但是就感觉不是很亲 从内心里认可度不够那么高 对 是的 是的 还是愿意看自己这些 土生土长的 本土这些运动员一点长大 然后拿成绩 然后奏响国歌 升起国旗可能更激动 虽然规划运动员 也是升中国国旗 但从内心的这种认可度来说 包括北京2022 我说实话我也不拍嘛 谁认识我的 我认识 我知道你想说谁 是不是想说选招项目的 对 就是我 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共情和激动 可能我们还是对运动员 有那种养成心理 就我一直 我看你不好 看你好 看你更努力 看你受伤 看你养伤 但是你最后 你还能站在最高点 那确实是不一样的 你说你花从外边买一个 那完了 我是花了买一个 小林来 没有占谁的位置 然后呢 小林在队里的时候 就是不影响 北京2022的任何格局上的改变 对啊 又是他最困难的时候 这个昏洁的就这么的天造地设 然后你看上个赛季的时候 小林那是终于可以说国际解除了 他可以参加比赛了 可以正经办经 非常那个正常大胆的站在那里 代表着中国队 那我想问了 是谁的时间点不对了呢 你跟我说呀 那你一定有时间点不对的 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你看小林上个赛季的时候 她的时间点所有都对的 然后因为她也没有参加上奥运会 那么她上个赛季的时候 终于可以比赛的时候 那是小林 这比如说她有过参加奥运会经验啊 咱得是说 她也是经过了两年三年离开赛场以后 那又站在赛场的时候 相当于是一老带己心 但是她虽然也很新 新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她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新的是几年以后 国际赛场的告别 又回到了国际赛场 对她自己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带领着这个新的男子 这个队伍当中 依然在韩国这个赛场上 在韩国比赛的时候 实际上升起了过气 奏响了过个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 我说的时间节点就是在这样的 如果没有前期那个时间的培养 那么你单单让她今天来了 就上场代表比赛 你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 甚至于说对于一些 喜欢这个短道的人来讲 或者是这个大家嘛 比较喜欢TV的人 都会有一些 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就是 哎呀 咱直接点名得了 没有共情的很少 对 咱直接点名吧 就是说到规划肯定绕不开 现在难对另外两个主力 这个少林少昂兄弟啊 这个规划反正挺吓人 这个话题 因为短道最近这些风风雨雨 不知道两位祖上在不在网上看 因为我们经常因为要做一些 其他的选题 我们要看 就是不能碰 跟炸药包一样 我觉得我们其实吧 就是做我来讲的 我既然给我当东北服务 左求我右求我 虽然我不能回去 就做这些事情 也不是我来决定的 但是单从一个就是 热来短道的吧 对 专业吧 专业的来评价的话 就是我觉得来了 就是都是中国人 来了都是中国人 格局打开了 你胳膊走 我要移植对外 这个事是没毛病的 要看吗 因为我来讲的 感谢观看